欢迎大家收看这期小玩说 现在我在一个日本的涂装大师 也是我的老师厚藤老师 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素体的玩具 是舒服比利路的一个玩具 它是可动的 然后它现在没有任何颜色 那么我们今天就 让厚藤老师把它涂装成一个漂亮的颜色 然后大家看一看 厚藤老师是二代的颜色师 这里面等一下我出去再拍一下视频 是没有门牌号 也找不到的 就是说这里是一个民居 但是它是一个颜色所 厚藤老师是二代 老师是公元1937年生人 八十几岁了 至今依然很健体 就是很有活力 依旧在工作 工作使他更快乐 等一下我们这个拍完了 厚藤老师染完了颜色以后 我们大家再一起看 那现在教给厚藤老师 お願いします 先生 焦藤老师 請問 現在全部真っ赤に切斷 はい 請問 稍微上了一点点的红 然后大家再继续往后看 老师说今天天气就是特别的潮 因为外面在下雨 所以颜色上起来会相对的复杂 这样就会亮很多 老师说今天的湿度80度 颜色非常难上 上来不好看 主要是今天对于上颜色来说 是个坏天气 对于上颜色的潮 就是这种天气不容易 水干湿度很大 还七十八cent的意思 就是说湿度有八十度 那日本有一种精神叫做神在工作中 叫新手双畅 八十几岁的年龄 就是一直在工作中能得到那种入定一般的感受 就是说他非常的舒服 也非常的自在 并没有感到工作给他带来的是苦恼 而是在这个和时光一起度过的时光当中 他会感到一种怎么说快乐 那种塑料 是 这个和时光 Set 对 嗯 对 这种色 对 做什么 都塑有了 先是上了一层的红 然后这个要空气干燥 老师还要换颜色 因为今天干燥起来比较困难 这个湿度太高 现在加上一些银 可能这些视频会有点吵 因为这房间里面有排风 有空气清新 还有吸风 排风 各种排风的声音 大家看一看工匠制作的过程 这些是我们的颜色 我们都可以去看看 我们的颜色 看我们的颜色 我们的颜色 我们有这个颜色 我们去看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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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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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